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河顺的吉祥物野儿 在位于河顺郡灵州面和道谷面地界上的飞凤山 曾经出土过青铜器时期的石箭头 而且在这一带修建的飞凤山城 最近还出土了三国时期的陶片 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山 有一个流传之间的传说 很久以前 山水秀丽的灵州 有各种各样的鸟儿在飞凤山群居 丹顶鹤 仓鹿 猪鹿等数十种鸟儿都具有灵性 每当国家有难时 它们都会哭到翻天覆地 但是山下的人们就很难受了 鸟的排泄物臭味冲天 以致农作物收成不顺的一个农夫 对此非常不满 有一天 失眠的农夫实在忍不住了 哇 太吵了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农夫带着火石和烟荷包上了后山 他在鸟儿群居的树林里 放了火后回家睡觉了 因瞬间起火 鸟儿们没有来得及逃生 全被烧死了 天亮后 村民们发现一只凤凰 在变成突山的飞凤山上空不离开 原来它是为了死去的 攻凤凰伤心 它不吃不喝飞了七天 最后终于累死在 攻凤凰的尸体旁 人们可怜这两个凤凰 把它们埋在了一起 并叫此山为飞凤山 但是鸟儿死后 这个村子不断发生灾害 传染病 洪水等 很多人在痛苦中死去 有一天 一个陌生人投进此地叹息道 大事啊 照这样下去 这里肯定会出大事 您有什么好主意吗 就是那里了 在那里住个台 就可以免除灾害了 快 村民们群体出动 住了一个有点像凤凰卵的凤卵台 据传 住台后 这个地方的灾难就完全消失了 这个凤卵台 现在还在灵州面 灌涌里 硬壁亭对面的田野上 而且 飞凤山城是 临近灵州的要塞 如浴室 可以马上进城防御 或者反攻 是真正的腹地山城 因此 有很大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如果来河顺 欢迎游览 有浓厚历史气息的 飞凤山城 朋友们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清理